下面我们再来看承接部对监狱的犯人积极进行职业的培训 使这些犯人走出监狱之后能够很好地找到工作 承交部表示越来越多的囚犯以警缺专业资格离开了监狱 这是减少犯罪的关键的原因 去年在南岛地区就有1000多名囚犯完成了各种领域的学业 包括建筑馆到农业和餐饮领域 Southland雇佣罪犯的麦当劳经理说 大约有60%的囚犯现在去高等学府进行了学习 这名经理表示 如果你能找到一份工作 当你刑满释放之后就不太可能会暂次犯罪 社会使这些人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他们的价值和重要性 使这些囚犯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体现出他们自身的价值 承交部表示 政府的工作也开始获得了一些企业的支持 相关负责人表示 现在有一些雇主就询问囚犯有什么样的技能 希望这些雇主也能够支持政府所做的工作 政府也希望一方面能够使更多的囚犯找到工作 另一方面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自食其力